大家好,歡迎回來我們繼續玩用者神域 昨天有說過,今天有曹操的地獄級關卡 今天我帶龍隊來打 神聖龍騎士 隊長就是帶火龍騎士 另外就是配村正和趙雲,全部都是龍隊 隊友就選龍王 這個應該是攻略這個關卡裏面最舒服的配隊 我看到阿屎也是帶這隊 我試一試打給大家看,可能大家都已經打到 其實我打了很久才打到 比較弱 所以你們看到,我這次都沒有打開我的樣子 我錄了之後再給大家看看 好,曹操馬上來了 這次是打曹操,三個系列的曹操 一開始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們呢,儲一下技 你看到我有兩顆強化了的混沌屬性 可以留待用 好了,進到第二關 第二關其實就是有趙雲和小喬 下面你看到小喬就會不斷地暈你 對,盡量先打了趙雲 因為趙雲他的技能是敵光每累積5combo 自身攻力增加200% 所以就盡快殺了趙雲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下面,村正要揮護 有點痛 上面趙雲都差不多,不用管 等他們自己慢慢殺了他就可以了 OK,都死了 那下面,你看一串 完全被小喬保持暈 因為小喬的技能就是 很功夫帶這個100% 帶這個暈完效果4秒 基本上就會保持暈 所以不要緊 打完趙雲之後 很自然小喬就不會太難殺了 來到第三個battle 看到這個石像人 石頭人 他就是受到技能傷害減100% 其實不用特別管他 我的打法就是先打雕蟬 因為雕蟬就是 免疫這個混亂狀態和真實傷害 而且受到其他潔癥也會增加這個能力 先殺了他 下面石頭人的玩具就舒服了 好痛 其實放村正下來非常好打 村正是保持自己回血很舒服 來到這一關就會看到珠角量 珠角量就會令到隊長技無效 所以解決了珠角量 就會打得舒服很多 順便換上村正在中間 吃了心已經滿滿了 因為其實另外兩隻小怪不算太辛苦 其實另外兩隻小怪就是令到水屬性的珠冷卻時間延長到10秒 最主要殺了珠角量 那另外兩隻慢慢弄都沒問題 就是搞定了 連不到的 經常都沒什麼連到 那機器好像卡卡的 還要擋著 不管了 還要硬打下去 搞定 然後上面那兩隻 畫都沒辦法 可以清掉 清完之後 下一關就去到Wave點 Wave點 Wave點 就會看到司馬爾和牛頭刃 牛頭刃是20均勾以下的盾 司馬爾就是封鎖兩格的結晶刷身 所以 10均勾盾 其實 10均勾盾 不是10均勾盾 如果你 只剩下兩格結晶的話 是比較難去輸 做到這個均勾 所以 盡快 就殺了上面那隻司馬爾 殺了它之後 下面那隻就會舒服 同樣 也是 換穿正上去 一路打一路回 下面呢 我換了龍王進來 用龍王來頂是會舒服一點 因為 屬性傷黑 所以我沒有被他打得那麼好 那我們可以在上路路慢慢 和司馬爾打完 其實我剛才那隻封鎖也放了 放了 放兆鎖雲可以剪掉那一刻 不要緊了 都死了 司馬爾都 搞定 下面就要搞這個10均勾盾 其實我剛剛那一刻做得不好 我剛剛那一刻呢 我不應該換走趙雲 我換走趙雲之後呢 沒有了一隻剪技 其實趙雲在這個 連均勾裡面呢 其實很重要 連均勾可能有些 持續傷害 可能是灼燒那些會有用 另外呢 就是 在我攻擊完 我沒有了豬的時候 留一顆水豬 如果趙雲在這裡的話 那我就可以在他攻擊我的這段時候 立即放趙雲下去 那我就可以剪掉他的技 所以你看到呢 我做10combo是比較好 好 放趙雲出來 看到了 立即剪掉他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鎖雲 但是這裡 剛剛剪掉兩顆 一顆一顆一顆 沒辦法 慢慢再來 兩個練習 再來一個木洞 再來 放他 哎呀 忘記了 剛剛好出特殊 就是這個 哎呀不行 那我就用這個趙雲 對 斷開一個技 那就不會斷開我 搞定了 來到BOSS的關卡 看到曹操了 曹操的技能就麻煩了 曹操的技能就是分裂 每隔8秒鐘就會按10%的生命上限不斷產生分身 分身 分身就會補功造成200%的吸血 那就是其實這隻分身 一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 出來的分身 不是很多血而已 但是這隻分身 是會不停的吸血回血的 所以其實最好的打法就是 我覺得 這隻分身一出來 立即不要理 殺了他 在他沒吸血的時候殺了他 那我中間放穿證 可以保持自己回血 和曹操在那邊打 不理他 全力就只搞上下兩隻分身 對 搞定下面那隻 嘩 你看到下面那隻 一搞前一點 已經回血了 那放穿證是中間的好處 你看到他在那邊打 在那邊自己回血 減低了我要去處理的事 上下兩隻分身死了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攻下面 一出一隻分身 又繼續打上面 你看那隻分身很厲害 打回 殺了上面那隻 差一點點 嘩 超多 嘩 正身的曹操死了 對 你會不覺不覺的 正身的曹操死了 我看見其他人說 其實是龍隊 我現在這隊 算打得比較穩的一隊 另外 好像 忘記了有哪一隊 我看到GP 其實GP 是有出到 勇者神域的 就是GP 大家知道 以前我們有一個GP的工會 現在GP 在勇者神域都有工會 他們也有一個Facebook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下Facebook 看到那個Facebook 其實他們有很多 關卡的攻略資料 還有他們也有分享過 今次這個關卡 好像說 不是 我看到他在裏面 是看到他好像有一個Auto隊 可以拆到這個超地獄關卡 那就自己再留意一下 好了 我們下次回來 再看看有什麼打 拜拜